大批警力全副武裝 一樓一樓的往上爬 來到看似正常的公司航號 然後就使用破壞器材 敲碎玻璃門直接攻堅進入 因為這裡居然是非法賭博機房 日前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發現網路有個抽獎送黃金 吸引下注的賭博網站 繼續向上追查 發現具有幫派身分的消息男子 在南區的商辦大樓內 經營賭博機房 刑事局連同轄區遠景前往機查 當場逮捕消息負責人和成員 一共二十多人 現場還搜出現金兩百三十六萬元 以及電腦主機和手機等相關犯罪工具 另外也從另一處機房 逮捕中心和徐姓金主和集團會計 清查帳目 近一年來該集團博弈網站 賭資就超過兩億四千多萬元 金額相當龐大 將持續查氣並沒有讓更多人 陷入賭博陷阱賠了大好人生 資訊局的價值